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大学个人申请入学今天放榜,新北市公司立高中值今年报名人数9317人,录取5537人,总录取人数比去年增加102人。 其中,榜桥高中共9名学生录取台湾大学,是新北市学校里录取台大人数最多的学校,而版中的全体录取总人数为277人,占总报名人数的53%,成绩大放异彩。 私立南山高中录取台大的则有8人,版中学生王新年这次录取了五间大学的美术相关科系,更名列四间学校的榜首,王新年说,高中之所以选择版中,放弃久读美术版,除了学科成绩不错,也希望生活圈能够更多元。 在父母的支持下,他选择就读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,市立永平高中的双胞胎子弟当罗尹庙,罗张明也双双录取台大,姐姐尹庙录取台大物理治疗学系,弟弟张明则陆续医学检验技生物技术学系,子弟两人都是熟理实验班学生,国中久久读永平高中,喜欢体育,也热衷参加社团,志工服务, 清北市教育局表示,新北自101年推动高中高职旗舰计划,已溢住了24亿元的经费,辅导多数高中职学校提出多项创新方案,发展特色课程,落实产学训三合一机制等,成效卓著,未来也将以人才赔利为助轴,办理清北市第二期高中高职旗舰计划,培育新北学子终生受勇的能力。